130也可以 150 好像应该也可以 因为这个题目他的描述有点模拟两可 所以比较 如果按照他这个意思的话 应该110就好了 我们用110好了 按确定 110 再来看一下 那他就100 就是说他会1.1秒就切一张 1.1秒就切一张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档案 最后呢你就把它切换回来 另存新档 这个档案就叫做什么呢 0205A 这样就完工了 所以你这样子做完存档 就得分了 所以呢特别注意哦 我再重点回复一下 第一个你就用 这个Photon Impact开启 0205 第二个动作就是用选取工具 把它选取起来 移到中间 这边的话呢 移到中间 交换 再用变形工具 锁要打开 锁要打开 缩小 移过来 存档 阿玛还要做一件事 水平 水平翻转 另存新档就可以 0206 这样就好了 Photon Impact的任务 完成 再来 if and matter 开启之后的话 先把它的底框大小 509 67 这个尺寸 就是根据 刚刚的这个尺寸 所以以后 特别注意 反正 不管你学 任何的软体都一样 只要是图片档 它都会有个尺寸 一定有宽 一定有高 那这个讯息很重要 这个讯息 就跟你数位相机拍照的 那个宽跟高一样 那像数位相机呢 如果是 这两个数字乘起来 就是它总像素 比如说 300万像素的那个照片 它大概就是 2000多啦 乘上1500 2000多乘上 2000乘上1500的话呢 乘下来就刚好300万 那一张照片是300万像素 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数字也就是509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呢 从左边到右边 总共有509个点 这个点就是像素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把这个图呢 放大到1600好了 你会发现有没有 这张图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点 这个点就是有颜色的点 就是所谓的像素 有没有 这个像素一定是正方形 而且每一个点的颜色 都不一样 缩小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是 看不清 看不到那个点 那当然那个点 越细的话呢 越多的话 那相对 列印出来的品质 或者冲洗出来的品质 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是顺便提到的部分 那你这地方的话呢 把它确定之后的话 再利用新增影像 把这两张图档 汇入 插成新的画格 那把它加进来 那最后的话呢 按右键画格内容 把这个颜值改110就可以了 那就存档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